很多人排骨买回来都是直接焯水 那你就错了 怪不得做出来又腥又彩 要想排骨鲜嫩不彩 一定要多加这一步 先将买回来的排骨放在一个大碗中 加入一勺小苏打 一勺食用盐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小苏打有很好的清洁作用 食用盐能软化肉质 然后把排骨浸泡30分钟 再准备一个碗 倒入小半碗花生米 再来点干桂圆 加入清水 用干净的小手把它们清洗一下 洗去表面的灰尘 洗好后放入碗中备用 每天都在用心的焦做菜 能找个没人的地方 偷偷给磕小红星吗 非常感谢 要想炖出来的排骨更有营养 再加入一根漂亮的胡萝卜 切成滚刀块 放入盘中 再来一根铁罐山药 同样切成滚刀块 切好放入盘中 这个时候我们的排骨就差不多泡好了 看一下泡出很多血水和脏东西 排骨腥味的根源就是这个血水 如果不胖 直接下锅焯水 血水就不容易释放出来 洗净后的排骨冷水下锅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焯水了 加入葱洁和适量料酒去腥 水开后再把排骨煮个三分钟左右 充分的把排骨焯透 再把表面的一层血磨打掉 这时候我们的排骨也焯好了 用勺子把排骨捞在碗中 然后用温水将它们清洗一下 这样炖出来的排骨才能鲜嫩多汁 不行也不采 排骨洗好后将它倒在电饭锅内 倒入洗好的花生桂园 再一次性的加满开水 家里有砂锅的也可以拿砂锅来炖 放进去盖上盖子 按下煲汤键 时间到后我们打开锅盖 加入我们的胡萝卜和山药 继续盖上盖子 按煲汤键 这次不用炖太久 15分钟左右 看到电饭锅上去就可以了 碗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用勺子搅拌均匀 再撒上一把小葱花 这小胃 修一下就上去了 我们把它盛到大碗里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炖的排骨营养丰富 鲜嫩多汁 不行也不采 喜欢的话 赶紧给你的家人也安排上吧